其实从大的面向一直到个人的面向 其实都有cover到 森林疗愈这样子的专题 还有这个探讨到都市 绿富绿像这样子的专题 我觉得其实都还蛮 对我来说其实算是老问题 但是就是有一个新的角度来谈这些事情 借由潘美玲我们文稿召集人 她的这个文章呢 那我就得以到台湾的各个角落去做拍摄 结果奖杯这是刘子正 继2016年真实餐桌之后 二度荣获的精品奖 希望借由人数之间深入剖析 带读者探讨 我们的居住环境 以及林墓之间依存的关系